輕鬆一半 對 就輕鬆一半 你們呢 跟邰哥一樣輕鬆一半 因為明天還有 明天還有 所以也不輕鬆 今天邰哥還有 有珍情留到一面給大家看到 所以當下那個心情可以跟我們分享 其實當時是 當然是因為這個 我很不幸的 我在這一兩年當中 我失去了好幾位好朋友 然後 跟他們的一位交情都非常的好 其中有一位好朋友 可以算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 我們大概有二三十年的交情 然後讀書一直到現在 所以當然他今天 他的夫人跟他兒子也有來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不在敢講這個感覺 因為我怕又再度 這個情緒會控制不住 就這樣 因為大家都有這種經驗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就進行在這個歌詞裡面 大概是這樣 你這個嘉賓這個年輕鬆仔 你的巧思那個非常難 是怎麼樣這樣的構圖 表演你超精彩 怎麼有這個構圖 就因為我們大家是偶像 所以我們大家偶像相聚在一起 比較不會尷尬 所以大家相信 你現在很會搞一些梗 可以可以 而且剛好嘛 就是說我們今天男生又有三位 他一位來 剛好就不是 不是嘛 是這個意思 那我又是永遠的朱孝天 他們兩位 一位文娜長鬍子了 一位那個暴龍 還OK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四個人在一起 應該是沒有什麼違和感 是這樣的 對 剛才泱泱好像有點哽咽 是為什麼 他胃食道逆流 為什麼 胃食道逆流 有點反胃 因為剛剛看到他 實在是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反胃 然後胃食道逆流 是不是這樣 我們來請泱泱講一下 對 但是剛好 沒有 因為剛好那個台上光有一點亮 所以並不是感動 一點點感動 但是更多的是那個光線 有點胃光 是胃光 因為菜哥出來的時候 很像要求婚的感覺 真的 嚇一跳 他手開始狂打那個 有沒有什麼報警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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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還沒有 根本就沒有 根本 什麼叫還沒有 沒有 沒有人講說還沒有在一起 對啊 就是根本沒有 你要講清楚 是不是 他認真追求你是有可能的嗎 因為我看很多人都迎期 是好朋友 好 通常女生講這句話的時候就是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好人卡 好人卡 對 困難你出發前 家裡有沒有跟你說祝福或打氣的話 其實他今天有來 喔 喔 超低調 超低調 他們現在也不知道 結束才跟我講 對對對 因為怕那個就是 耗失控喔 對 怎麼不認識我 對 因為他就是之前上一屆的時候沒看到 然後我想說這一次就有特別問他 然後他就說 今天有空 然後他其實有來到現場 喔 明天還有機會可以讓他低調再來嗎 沒有了 就是這樣 不會再來 你剛剛上台的時候 有跟人家睡到眼嗎 因為你們剛剛在台下這樣亂竄 有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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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死了 有從那個 他面前衝過去的時候有這樣 欸難怪 喔 難怪我今天看你跟9M爸爸表演起來有點尷尬 喔 對啊 其實也還不錯啦 表演畢竟是表演嘛 對不對 對啊 那KID克服了那個障礙沒有嗎 有有有 克服了 就是我只要一上場 就是完全就是 以大家為重這樣子 所以今天唱歌 有受到稱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自信的一個提升 所以會不會變 發片歌手了 絕對不會 放心吧 對對對 是不是有機會 未來會規劃在高雄的小巨蛋 喔 這個是會 會這樣 就比方說高流啊 或是高雄小巨蛋啊 其實都在規劃當中 而且我們看今天的這個粉絲的 來的 爆棚的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我覺得明年如果說是辦南北 各一場 或是南一場 北兩場是應該是有機會 對啊 因為我們還在籌劃像是 比方說新加坡巡迴啊 馬來西亞 對馬來西亞 也是可以 就是有去 突然間又喜歡演唱會 對啊 你怎麼突然間喜歡了 你是不知道說前面的訪問 都是這些胡爛的嗎 好不好他們又不會寫 OK 那不會 對 你的 不管 當首的 我 很好 在